那个凡人心术不正,满身血型,这么肮脏的精魄,你都吃得下去啊。 哼,的确不太干净,不过,聊胜于无。 太沉静的精魄,吃了会遭天罚,或,还嫌命太长。 你就想着,这是在日行一善,委屈自己,造福天下。 还有什么不能忍的? 你这鱼精脸皮可真厚。 这有什么不好,再说了,鱼和脸本来就是一段,我若是脸皮厚,你也一样。 前面就是椰兰山,我们到家了。 哎呀,还是家里好啊。 啊,棺材,那边有棺材,山主,好可怕。 子林山主呢? 子林山主不见了,山主的房间里有棺材。 让这个小鬼马上闭嘴。 单鼠乖,单鼠不哭了哟。 我来告诉你一个,关于子林山主的大秘密,好不好? 什么秘密? 你知道,威风凛凛的子林山主的真身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再哭了哟,等一下,鱼墨山主还要带我们去看棺材呢。 你再哭,他可是会生气的。 一生气,就罚你去一辈子看管那具棺材。 我不哭了,保证不哭。 山主,你千万别让我去管棺材。 瞧瞧告诉你啊,子林山主的真身是一只山柜,埋在土里都看不出来的那种。 真的吗? 子林,我对不住你,居然让别人知道了你的惊天大悟。 我们去子林那边看看。 他就是跑着艺术,äh melody perpetual kiray. 丹蜀乖啦،不要怕。 不过就是一具棺材嘛。 supposed to be there. 看来这棺材和尚还不久 棺盖和棺山都没连在一起 难道 最近有干尸住进这里来 好可怕 这棺材上有镇棺术 这可是专门用来镇压恶鬼的 不知道棺材里面有什么 严大 你是狼妖竟然还怕鬼 狼族的裂面都给你丢光了 那是什么 干尸干尸 三鼠 我告诉你一个关于棺林山主的大秘密好不好 关于它的真身是什么的 不忍说 你要是敢说出去 本座就 子林山主 山主你是故意下我们来着 本座好好地睡在里面 你们却无故来惊扰 没中法就不错了 为什么山主喜欢睡在棺材里 然后把自己埋在土里 你说它的真身是什么 哦 山主穿着墨绿色的衣衫 不是很像龟壳上的青苔吗 鱼莫你让开 我今日要宰了几只狼崽子 还有那个魂杖莲花精 这件事等等再说 狐族的人已经等在谷外 我们先去看看 别让他们久等了 哼 正事摇紧 回头再来收拾你们两个 要是让我听到了半点传闻 你们两个就等着魂飞魄散吧 又欠我一回 这笔账你拿什么来还 先说好 我不收不值钱的东西 贵客到访 不知我二人有什么可效劳的 我叫琳琅 是组长的女儿 琳琅这次来 的确是有件事 想请两位相助 而我狐族也非知恩不报之辈 琳琅愿意 委身于山主大人 不知是什么事 三围雪狐 这是我的弟弟 是我们狐族最高贵的三围 他年纪还小 有次偷跑出去 回来的时候腿上被下了咒毒 我们都拿这个咒毒没办法 如果两位山主可以解开 琳琅愿一辈子伺候山主 琳琅姑娘应是还有别的要求吧 此刻提出来 也免得以后闹僵了 琳琅只有一个要求 我们狐族对于伴侣忠臣 也希望山主可以按照我们的习俗来 你就不怕我们已是机械成群了吗 那也无妨 只要山主将他们全部杀了 不就只有我一个了吗 不就是狐族吗 有什么了不起 竟敢来这里说大话 这说起来 狐族的人都生得十分美貌 性子又高傲 这也是难免的 再说了 这也是山主的事 你唧唧喳喳来什么劲 弹鼠 要睡出血水 男人的通病 花心 软骨头 犯贱 弹鼠 醒醒 别在这里打电 怎么了 炎带 你来说句话 山主肯定会听的 哦 主公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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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臣妾什么都不求 鬼愿永远伺候身侧 可那狐族娘娘 比我们美貌百倍 臣妾自残不已 只要主公高兴 臣妾愿饮鎮酒了断 绝不叫主公为难 请如此之心 我又怎么回复了你 山主说了 他绝对不会为了狐族而杀我们的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难为山主肯配合你 山主还真是温和 严旦 你既然这么能看 可有法子收服那些狐族的人 紫玲 你实在是为难人了 其实那狐女琳琅自视美貌 我却觉得严旦也不输给她 只是狐族最为骄傲 不会承认罢了 连旦 你可有法子 让她自成不容呢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聊的事啊 连钦刚才说的那些话 可都不记得了吗 主公都这么说了 臣妾也只有去办 并不会辜负主公的厚爱 子爷 你再忍忍 他们马上就会治好你了 如果他们也不行 我再带你去找神霄公主 她一定能解开你身上的咒毒 你能治好她吗 我做不到 对 你是办不到的 但是你们山主可以 值得吗 你为了狐族牺牲这样的 这世间 并不只有山主大人 可以解开咒毒的 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你让我离开这里 你是山主的姬妾 我是花金一族 当初来这里的时候 确实姬妾 我也不打扰 林郎姑娘了 你生得如此 山主难道还会对你不好吗 姑娘多保重 你等一等 你不用怕 有什么说什么 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 当初 我是被抢送过来的 什么都不懂 那时鱼墨山主说 她只要最美貌的那一个 我本来是不愿意 可是到了那个地步 要活下去 就要让山主看上 我们花金一族 化成人形后 长相都不差 于是我就向山主说 我比其他人都好 修为野生 山主很高兴收了我 可是后来 我才知道 我是大错特错 山主当年 曾被一个生得很美的妖 骗去了天地至宝的一眼 直到现在 那颗一眼还是没有夺回来 所以我才会 你脱衣服干什么 你 你背上的伤 口说无凭 线下 你该是相信了吧 幸好我本来就长于治愈之术 总算保住了性命 我该怎么办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人灭 受心的畜生 琳琅姑娘 你明日千万要谨慎 我严禁于此 这就该走了 人面兽心的畜生 骂得可真是太好了 鱼沫鱼沫 什么 你帮我个忙可以吗 还是我来喂吧 你别把这些鱼给喂撑了 什么忙 我要糯米 猪沙 夜明沙 晚上就要 前面两个没问题 夜明沙 你自己去找蝙蝠精去 反正就是蝙蝠粪便嘛 你尽管去拿 多少都有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把这一大把鱼石撒下去 把你的铜族 喂到撑死 言淡 在 难怪子凌想活泼了你 我现在也想得很 把你手上的都放回来 东西 晚上就送到你那里去 还是你最好了 子凌就凶巴巴的 半分不通人情 言淡要这些东西 看来是想帮三维血狐 解咒毒啊 看来是的 反正我们也不想让狐族怎样 就算白帮他们一个忙 他们记着也算了 不记得 也无所谓 只是 定要杀一杀他们的傲气 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真是混账 你还戴着面纱 现在也该取下来了 我只爱容貌好的 若是不够好 就不想要你了 不不 我身的不够好 恐怕污了山主的眼 是吗 听说狐族的女子 都是绝色 不 也不是这样的 山主大人 我的容貌还不如他 山主 真有你的 你骗我 你竟敢骗我 说你是山主的机械 还说你是被人送来的 这倒是真的 你还说是你主动和山主说 你比其他人好 山主才会收留你 这也是真的 那时候 颜旦来 阎兰山境 本就是有所图 那 那你还说 你背上的伤 都是山主下的手 我那时只是给你看了伤 没有一句话说 是山主下的手 可是 可是你说 从前有一个美貌的妖 抢了山主的一眼 所以他才会痛恨 所有身的美貌的妖 还要折磨他们 关于一眼的事情 也是千真万确的 只是 我没有说这件事 和我受的伤之间 有任何关系 是你自个儿 非要把他们联想在一起的 你 我帮你解咒 可你昨天说解不开 那是因为昨天东西 你没准备好啊 给小雪狐狐狐下这颗药 就没事了 阎兰姑娘 多谢你 琳琅姑娘 我们也算是朋友了 之前的那些花 就算是玩笑 就此作罢 庭院里 已备好了宴席 贵客 先请 不 已经说出口的承诺 怎么能收回 既然严荡姑娘 救了我的弟弟 我该是服侍姑娘才对 如果严荡姑娘 觉得不好 我也可化为男生 尽心尽力的服侍 姑娘既然不是山主的机械 而且还会有什么顾忌吗 难道 是我的相貌不够好 其实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只小雪狐 又小又软 既然严荡姑娘喜欢 也只好如此了 只是 紫妍她有点不懂事 紫妍她很喜欢黏人 只要是喜欢的人 她就会黏上去 在糊足的时候 她每时每刻都要跟着我 别人碰你一下都会不高兴 所以这次父亲才不得不派我来 现下你解开了她身上的咒毒 她似乎又很喜欢你 比原来跟着我的时候还要黏 她什么时候才会不这样 可能是成年之后吧 那个时候她就可以化成人形 应该会改的 她离成年还有多久啊 大概 还有一百五十多年吧 这只小狐狸 真是太可爱了 我明早要出门 就先回去准备 诸位 少赔了 山主 山主 怎么得行如此大理 在下 不敢当啊 正好我也想出去散心 不如我和山主同行 一路上也好照应山主的衣食住行 你可是忘记了还有三维雪壶吗 你若走了 谁来照顾她 枉费她对你这样看重了 也对 别辜负了人家 我有一言 请讲 等我死了以后 小狐狸就托付给你了 千万要替我好好带她 终于甩掉了 我们快走 我可没答应过 鱼墨 鱼墨 怎么你连三维雪壶的撒娇法子都学过来了 如果你这次不帮我 我就每一天 每一个时辰 每一刻都黏着你 把你烦得晚上睡不好 也得做噩梦 像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甩都甩不开 尽管来粘好了 他又找过来了 烈犬的鼻子都没塌灵啊 我来教你两招 看好了 我的人是你碰的吗 还有150年才化人 拿什么和我争 好了 我保证 以后 他都不敢缠着你 鱼墨 你这招釜底抽星 好生厉害 这叫 斩草除根 我们要去哪里一日行一事 你怎么知道 我是去做这件事 我认识你的日子 也不算短了 多少总知道的 我就是看你一个眼神 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吗 我就是看到你一根头发丝 都猜得到你在想什么 我们去南部 那里是大洲的国都 最为繁华 可以下手的凡人也多 凡人的惊魄 多半肮脏的 亏得你还不在意 其实凡人中 也有纯凡人中 也有纯净魂魄 很久以前我就见过一个 是个盼着夫君高中后来接她的女子 只是那书生金榜提名高中状元 却再没来看她 她等了好多年 还是一直在等 那个书生还活着吗 要是还活着 我就把它割成一块块 不知道 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 凡人一般都活不了太长 我那时还没见过那么纯净的魂魄 正迷了心窍 画成那个书生的样子 去找她 她过去的时候 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心上人来 还算心满意足 虽然于她来说 你所做的也不算是件坏事 不过于你来说 就是天理不容了 后来我的确是被打回原形 当初从那个女子那里转来的修为 半点不胜 还折锁了不少原来的修行 哦 原来你是真的被打回过原形 谁有这个本事啊 难道是 那个夺走你一眼的 美丽的花金姑娘 哎呦 于墨 没想到你这么痴情啊 人家都这样对你了 你竟然还念念不忘 被打回原形都不记恨 谁说我喜欢她 我明明是 人是自古 有情吃 莫问何处 是沧桑 于墨 我当真对你另眼相看了 不过看现在这样 那位美丽的花金姑娘 肯定是不要你 所以你才一直形影单只 不过古语云啊 过去种种 譬如昨日死 又好比水流东市 一去不回头啊 过去的事情嘛 不要再伤心了 颜丹 什么 你太困了 进去睡一觉 哇 义父 还是今天抓了个好货死 你看 这样怎么样 你叫什么 我叫盐淡 颜色的盐 清淡如水的淡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原本是不知道的 不过现在 不知道也不行了 你一点都不像恶霸 反而啊 像是在享清福的父老爷 你这小姑娘真有趣 要知道 看人不能只看外表 懂吗 既然知道我是谁了 你也该知道 还是乖乖听话的好 不然我有很多办法 让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大叔 你的下巴上 有五根胡子没刮干净 左边那个鼻孔里 有三根鼻毛 还有右边的眉毛上 那个质上有根白毛 你这死丫头 找死 你是要等到被人赚取便宜 才动手吗 是你来得太慢 害我差点被那个白胖欺负 我叫你去找几个魔人好的 结果弄来那种臭丫头 还有一个男人 若是想活命 就跳下船去 我输五下 还留在船上的 我就不客气了 一 二 你 你是妖怪 看人不能只看外表的 这句话 还是你说给我听的呢 不过 你的肉长得白花花的 似乎很好吃 别吃我 别吃我 他骗你的 他呀 一向觉得烦人肮脏 怎么会想吃你的肉 是 是吗 他不吃 我吃 先从哪里开始割 比较好呢 还是取经破吧 万一割得不好 痛死了怎么办 仙哥 再取经破 两位大仙 你们就给我个痛快吧 我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那 仙哥骨吧 那你的肉 比较有韧性 还是耳朵比较好 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男儿流血 不流泪 做人哪 要有骨气 我知道我做多端 食恶不赦 不该欺男霸女 欺善怕恶 你们就饶过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说什么也不敢做坏事了 我 我都愿意发誓 发肚无事 阎南 走 不然 大侠 你不能走啊 你快救救我 我还不想被妖怪吃掉 妖怪已经走了 不不不 他们一定还会再来的 来给我的肉吃 大侠 你一定要救救我 滚 莫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是不是伤得很重啊 榆墨 你再撑一撑啊 你千万不要死 榆墨 榆墨 现在哭丧 还嫌太早吧 主公 恋庆 请恕臣妾抱恙在身 不能为主公送终 主公莫怪 恋庆一番深情 看来 只能乃世灾抱了 话说那个天师好生厉害 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用说我 更是他多了 不奇怪 他的魂魄 想必很是纯净 才能将倒数用到这个地步 三劫之中 最厉害的 并不是天庭的仙君 也不是上古时被灭的母 是 是一种最纯净的东西 妖术 还远远不够纯粹 榆墨 我可不可以说一句话 你说 一转过头向后看 那个人已经追过来了 马上就能到这里 该死 从来都只有我追到别人逃的时候 今日却反过来了 李莲对秀为有好处 我们分开走 万一运气不够好 死一个总比死两个好 你走这边 我走水路 和你相反方向 好吧 快走 累死我了 坐这歇一下吧 新闻姑娘 是本地人吗 昨日都是榆墨出手 她不会将我的模样记得太清楚的 现在心里 顶多只是怀疑吧 你看呢 今年的茶树 长得比往年都好呢 在下没有而已 只是先问问 哪里可以借宿一日 你可看见那边山头上 有几块像猴子的石头呀 万一那人发现不对追过来 恐怕也躲不开 若是和她一路走 虽然冒险 却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意 说不定就此脱身 姑娘 你可有看过 一位像你这样大年纪的女子经过 模样很好看 也和你差不多高 我要回家去 娘亲在等我 你也要去吗 原来是个傻子 傻你个头 要不是你倒数高 我肯定是要争死你的 收 别费力了 平民都没事吧 除非有人放你出来 否则 就只能待在法器里 法器 我哪里都出破绽了 你刚才明明就相信的 你作戏 视作得很真 我也差点被骗过去 只可惜你身上的衣料太好 一双手也不像是劳作过的 还有你的脸 常常风吹日晒 自然而然会变得很粗糙的 请问天师尊性大名 唐舟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碰见我那个同伴没有啊 碰见的 那他呢 是被你杀了 开始脱身了 我已经回答过你最后那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不必再回答 我应该是不过去的